一人喝醉酒闹事又甜一桩了 这是李严谨跟他的男朋友 去参加这场游泳池的party 没想到却突然遭到双胞胎名模 这个酒后把他们扑通这样推入水里头 让他气到到派出所来报案 一身性感装扮 一人李严谨代言电子产品满脸笑容 但三号凌晨有人目击他怒气冲冲的 快步冲进派出所报案 要告双胞胎名模张嘉宇 蓄意伤害 原来那天晚上李严谨和张嘉宇 都出席了一个共同朋友的生日派对 派对到一半 名模张嘉宇喝得醉醺醺 跑到站在泳池旁边的李严谨 问他怎么不下去游泳 李严谨只回答人不舒服 话才说完 张嘉宇竟然就用力的伸手 把李严谨推下水 当场变成落汤机 而张嘉宇事后也没有道歉 还跟李严谨的朋友扭打成一团 让李严谨气不过 结束派对之后就和男朋友Brian 到派出所报案做笔录 还回头跟派对地点的饭店 要监视器画面 厘清事情的经过 不过张嘉宇的经纪公司 否认有这件事 说当天只是在玩 而且把李严谨推下水的 也不是张嘉宇 是另一个男生 双方说法都不拢 李严谨还是坚持报案提告 这回名模酒醉玩过头 推人下水 也引发两个女人的口水战 中天新闻刘一璇台北综合报导 好 谢谢大家